我希望台灣的每個孩子都能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中 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 我夢想其實是賺滿多錢 然後像別的孩子一樣 做一個基金會去改善整個世界的教育體制 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讓世界上更多的非逆組織 還有社會企業能夠獲得更充分的資源 去做他們想要貢獻給社會的事情 我的夢想就是我希望設計到課程 那這個課程是學科知識跟生活有所連結的 我的夢想是我希望可以讓台灣的更多的人 知道生命的價值 意義 以及生命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我希望體驗室教育 能夠陪伴著每個冥王的我們成長 我的夢想是就是 我能夠就是回饋社會 然後藉由分享的力量 就是觸及到更多人 那為了避免職場上的溝通問題 我自己私底下研讀一些書籍 甚至去參加各種演講 好讓自己在這一塊 可以得到最好的一個效果 我努力爭取當了教育電台的廣播主持人 原因是因為要從教育開始 就算你只是只有一點點小小的光芒 都可以帶給身邊人的溫暖 我希望藉由幫助他們 就是我可以幫助他 然後他再幫助別人 就是觸及的人可以越來越多這樣子 那我希望學校可以提供就是多一點 學生去這些新創團隊 媒合的機會 其實我希望教育體制 可以讓台灣有更多的 台灣的學生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去嘗試 我是希望說政府能夠 在一些實質的老師的教學方面 能夠去做一些比較實際的協助 而不是要教老師寫一大堆的報告 那我希望就是不管是政府 或者是學校這方面 就是其實可以多幫助這些 資源相對缺乏的地方的人 就是可以讓他們就是有更多的資源 然後讓他們就是 可以生活和平常的一樣這樣子